直接看课本的八十一页 八十一页这一课再上的东西 其实是我们下一课第八课的形容词子句 就是关带 关系子句的用法的暖身 我还是提醒你 我们这一课叫暖身 乍看之下好像很简单 可是它的关键字 来写上去 这叫后卫修士 可是如果今天后卫修士 你要知道 后卫修士呢 基本上它是什么词 为什么叫修士 对因为它是形容词 所以后卫修士呢 如果你要翻成白话文 简单来说 就是把形容词 放在哪里 放在名词的后面 对不对 只是这种名词 有一点点小小的特别 因为这个名词呢 它只有一种名词可以用 这种名词叫做什么 复合名词 当然你严格说起来 它应该说它叫复合代名词 可是为什么叫复合 因为它是两个字交在一起 那为什么它是代名词 因为代替你可能要讲的那个东西 所以它其实严格说起来 它不能说是名词 而是复合体恩 代名词 那复合代名词呢 你们的那个小分里面 就是那个随格列里面 总共有八个 我们试试看哦 第一个something 搭配的都会是什么 这个something,nothing,anything都是物 那我搭配的可以就是人 对不对 所以something就搭配 someone,nothing就搭配 nobody哦 不是nobone哦 因为要一个字 nobody才是一个字 那anything咧 anyone 那这样才六个啊 可是我说八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 somebody 还有吗 everything 对总共就这八个 所以呢 我们的后卫修士的概念 如果要把它翻成白话 我很简单来说 就是把形容词到后面 而且这种名词呢 一定是复合名词 好了吗 这样没问题的话 我就先让你们先写 好,现在正题 去咯 所以呢 其实这种句型啊 你一定要记得话来帮他话 因为再来我就记得帮他话了 所以像这种形容词 一定放到名词的后面 有发现吗 就是anything new something interesting 这一种的东西 然后再来呢 你要备注的地方 来写的e 就是在这个复合名词的地方 它是单数 既然我们把它当单数 记住 它就要用单数动词 所以呢 它要码就是以词 要码就是动词加S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其中的那个any 跟那个some 差别在哪里 any呢 写个问号跟叉叉 some呢 写个圈圈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基本上 疑问句跟否定句 一定是any 肯定句一定是some 所以something someone 用在肯定句 anything anyone 用在否定跟疑问 好 这是这两个要记得 所以它是单数名词 也是单数动词 确定一下 好 那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往下看 来第一题主词是谁 emily 动词是谁 主动受计词吗 what 受格是谁 something 可是因为这种复合名词 形容词要放在它的 whole面 所以最后beautiful OK咯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就是 emily 这个字是第一个字 让它念 one emily wants something beautiful 好 再来第二题主词是谁 看得出来吗 大写的那个是吧 所以这是一 类 动词咧 本台是wet 可是又要是否定 don't wet 受格 受格 everything 最后一个 cold 所以加在一起 记住哦 主动受必时 加在一起变成 they don't want anything cold 就是第二题 明天天气会变很冷哦 所以刚好讲到这件事情 明天就不要再买冰沙了 你会吃到明天皮脱 明天大概是15度吧 明天天皮脱 天气会降到很冷 好来第三题 主词是谁 主词 their their 动词 is 好来这句 three there is nothing special in this magic show 就是这个 模式表里面 没什么特别的 好来 第四题 也要让他念 four is the boy doing anything dangerous 就是那个dangerous 收拾的就是那个 everything special 收拾的是 nothing 出来 把他全这个字 可以吗 来 第一个 beful 往这个字化 could 往这个字化 special 往这个字化 最后一个 dangerous 画到 everything 也就是这四个字呢 基本上 收拾的反正是 前面的那个名词 所以这个名词 叫复合名词 复合代名词 好 15分 帮他先控 82页的部分呢 我们就往上看 那82页跟83 要请你们一起写 82跟83一起写 是因为这也是 第二种的后卫修饰 好来 可是 刚刚不一样 是刚刚是形容死 一个字放后面 一个字的 第二种的后卫修饰 会出现的地方 一样 他也叫做 看到没 知道我想到 把这个课本 一模模一样样 这种叫做后卫修饰 那后卫修饰呢 还有第二种呢 他就是不是一个字的 这种呢 叫做戒系词片语 戒系词 那这个戒呢 对不起 那个戏呢 到底有没有人字旁 我的年代是学到有人字旁 你们好像现在是没有的 片语 简单来说 就是两个字以上 可是他不包含主词加动词 两个都有的 就是你如果有主词加动词的话 那就叫句子 就比较片语了 所以这叫戒系词片语 可是戒系词呢 这一刻你们学到的 严格说起来 只有三个 你如果真的要强调地方 那就无限多个 所以你直接抄赞 看到哈 下面的地方 来写个一 最常出现的 叫做一 二 叫做with 三 叫做about 那这三个的内容 我心里面抄中间的原因 是因为这两个通用了 你会发现 B就是差别在哪里 B跟C差在哪 B是东西 C是指人 可是都通用 也就是呢 一节四个东西 一 颜色 二 穿着 三 语言 四 方法 对 颜色 穿着 语言 跟方法 所以用英文 叫in English 最后一个叫方法 方 好 那二 五颜接着就是什么 特征 长相 配件 工具 对 特征 长相 配件 跟工具 特征 长相 配件 所以配件大概例如说耳环 鼻环 肚脐环 这种就叫配件 最后一个叫工具 有啊 那这个就穿舌环了 他还穿舌环 这两次穿舌环 这两次穿舌环 那他想当牛 我把相机子想当牛 装穿鼻环 好啊 最后一个 耳报接着就是一个 内容 而且你们记住哦 等一下你们的课文的第一 你就不要被骗 内容呢 因为你消失的这个内容 大概都是一个名词 所以你们记住 他大概都会加一个词 除非他不可数 关于恐龙的书 那叫Avote Avote Avote 关于机器人的杂志 那叫做Avote Avote 我刚刚讲什么机器人吗 Robots 对 就记得大概都会加一个词 因为他不会有一个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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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因为这样呢 就要请你 我要把它放到82页的 左上角了 因为我们到了第八课 我不是说我们这一课 在递第八课暖身吗 因为第八课 为什么这一课 它会分82页跟83页 因为82页是物 83页是人 所以到了第八课 这个字 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边插好了吗 插好了 我就往上了 来第一个 把这个with圈起来 with呢 在英文里面 如果今天 他强调的是东西 请你帮我写的等于 到了第八课 第八课的时候 你看到同样的一个位子 它不是位 它会变成两个字 一个叫which 一个叫has 然后到了高中 你们如果已经有在读那个高中的加强班了 它会等于 have hav Ing which has 要超了是这个 就到第八课 它就变成这样了 那为什么82跟83一起上来 我搬到83的上面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两个介绍子 那到了第八课呢 这个地方的第一个是with 因为我的前面是人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with呢 写个等于who 用人的畜生不能相比并路嘛 所以呢如果今天是人 请你写who has 可是它就会变成having 高中 这叫分词构矩 我就不想要用关机子具了 我也不想要用那个关带了 我想要用的是分词 那就变成having 可是到了in这个字 因为这个是颜色穿着 然后呢 语言方法 所以它就会变成who 然后呢 就不可以是having 穿着 用哪个字 where's 对 那为什么我会故意写s上去 是因为大概都要提醒你第三人称 单初加s 好 那你看哦 上面who has 等于having 所以who wears 就等于什么 where'ing very good 这个第八课 第八课 我们学到的东西 就是这个 Hello 我们会学到关西代名词 关西子具 行动词子具 你看到的都是这个 不是who就是whitch 就是lent 好没 好了的话呢 我问一下 82跟83还没好的举手 好 那等你们一下 时间我们要做不够 可以 好 那给你五分钟 就直接看答案好了 因为大概能够上的差不多了 来第一题 看一下 来把small eyes圈起来 请问他是颜色穿着语言方法 还是特征掌向配件工具 好 对答案选 我也是 没错 在第二题 red shorts 是红色的短裤 请问他是哪一种的介细词 123 哪一个 在这里 1是颜色穿着语言方法 5是特征掌向配件工具 about是内容 请问他是123的哪一种 1 对 所以是1 1 可是第三题呢 你仔细看好 因为15关节一直对领带 隔壁那一页有问题 Favid Daniel is reading another book 那一定是第三种 关于什么的内容 对不对 那看得出来他是关于什么内容吗 bicycle 可以 可是我刚刚有叫你注意 因为他不会只有一台脚踏车了 所以请你记得 你可以写bicycles 你可以写bike 可是还是要加s 我刚刚有提醒你哦 来这是这个句 因为我刚刚没有删掉 比加 我有提醒你 要加s 比加 我有提醒你 OK的吗 好来 最后一个呢 因为他强调是穿着 穿着 穿着 所以呢 Sandy is talking to the void 来 这两个答案可以 第一个把这个2去点 那T恤就去掉了 所以答案有两种 一个是in blue 就是我不要强调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只强调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那就是in blue 可是我就是要讲他穿t-shirt 那就in a blue t-shirt 也就是你有t-shirt 就要加a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他是毛鲤 你写a blue sweater 也对 因为 他们觉得这是毛鲤 因为长袖嘛 好 我也算理对 反正你只要写得出来 都OK Clos 可是就是不会写close 因为c-l-o-t-h-e-s 这个字他是衣服的通称 他包含你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没有 你看不出来 所以绝对不会写close 你只能写shirt才可以哦 shirt 是因为他是衬衫啊 你觉得他是衬衫哦 好啦 你如果真的写得出 t-shirt -shirt 都算不对 就是不能写close BLOEC是女用餐三 不行 他已经是女方扎 不要 在下面 OK啦 第一题 the woman 再来呢 因为stress 123 1 1 对用1 第二个 abillar 就是特征长相配件工具的 width 没错 再来第三 一个是桌下 一个是椅子下 所以应该看得清楚这两个的差异啦 所以那个在桌上的蛋糕 那有人说 有人说他没有写on the table 他是用with a cherry 真的真的我觉得他写出这种不错 就是他强调是有樱桃的那个蛋糕 看起来很好吃 ok啦 可以哦 怎么不行 再来第四题 the man 你觉得他是长到领带吗 应该不是吧 他长到是衬衫吗 所以叫the man in a blue shirt 一样 你如果要shirt 你就加额 你如果不要shirt 就把额去掉 那就只能写in blue 就是不可以写in blue clothes 不行哦 in blue就是穿着蓝色衣服的人 in a blue shirt 就是穿着蓝色衬衫的人 你如果真的要讲 好 来 请你写上去 另外一个答案给算他对 叫with a tie with a necktie 就是他的配件 是领带的那一个 算他的 with a tie with a necktie 算他对 那是配件 好 请你改好的就拿给他